9月14、15日,2018A Classic Tour学友经典,歌神张学友成都演唱会,将在成都商流体育中心举行。 去年没有抢到票的歌迷朋友们,你们期待已久的反常演出就要实现了。 张学友成都演唱会信息,张学友成都演唱会时间,2018年9月14日15,张学友成都演唱会地点, 成都商流体育中心,张学友成都演唱会门票价格,待公开,在线日约,大和票网,在去年的歌神演唱会现场,门票瞬间受请,进出万名歌迷奇聚商流体育中心。 到成都商流体育中心上了微博热讯,场内场外的真爱粉泉场大合唱,引爆的现场火热气氛。 今年,布老歌神将学友携手成都演艺集团再次赴约。 只为最有饭量的成都歌迷,个人巡演全球累计610渔场,唱片累计销量突破6000万张,音乐奖项累计超过260余个,三次打破亚洲歌手演唱会,观演人数基尼斯纪录,演绎无数经典电影作品。 以出色演技,让我们记住了他每一个角色,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,更是我们不可错过的经典,一身帅气黑色西装绅士登场,堪与百老汇的大型歌舞表演现场,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的张学友,他的歌,唱出无数人年少时的爱恨别离。 他的歌,唤醒无数人怦然心动的青春记忆,那些歌曲,他的声音,你一听便微如雨下,总在刹那间,有一些了解,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,在这美丽的夜里,等你等到我心碎,怎么不见见情侣,问问为何我空虚,其实我不想,对你恋恋不舍,但什么,让我沾转反侧。 周杰伦说,不会让女朋友听其他男歌手的歌,张学友除外,王力宏刚出导师不知道怎么唱歌,只好模仿张学友的唱腔,陈奕轩的童年梦想,就是与偶像张学友合唱,偶像的偶像,也许说的就是张学友吧。 自去年10月21日首站,在北京盛大启航,不老歌神至今已唱满一百余长,在行走大半个中午后,2018年9月14-15日,即将在成都开唱。 或许,这是你最后机会现场来听他的演唱会,因为,本次群演将在2019年1月结束,下一次不老歌神的演唱会,就不知是何时了。 此次iClassic Tour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,不老歌神挑战360度超力气四面台,现场视觉已经典之火的元素,象征了一种碎裂,不止集结了歌神毕生经典曲目,更是要通过此次演唱会磅礴,震撼,的效果再创一回经典。 全机械LED舞台,打造360度超力气四面台,360度视觉无此角,完整呈现舞台场景,百人演出团队,似使用手经典曲目在线,每一秒都在挑逗你的神经,每一分钟都能让你或欢呼或泪目,静歌热舞,外加吊的样和180度体唱。 2018的Classic Tour学友,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,即将再次成都上演,等你来和,无数经典,让你来和,感动时刻,必须有你,你来听他的演唱会,9月14、15日,我们在居当学友成都演唱会现场,不见不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